曹永年以一身茶餐廳伙計打扮拍攝新戲 飾演茶餐廳老闆的他 之前都有開過茶餐廳 8年前我開過茶餐廳 不過是失敗的 我開了三年 我覺得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小時候開一間茶餐廳 很多人過來吃東西 你可以跟人家聊天 好像跟街坊一樣 雖然阿廉開餐廳沒有成功 不過就好支持好朋友麥包麥長青開黃牛店 這次他特意開車進來 我家裡給我一些牛肉試 我昨天試了 一家人在試 用燒烤的形式在家裡 很好吃 我也希望他成功 除了阿廉 湯寶如也有支持麥包開店 誰知引起軒然大波 事源有網民留言 以為賣包 湯寶回覆說幫你打包 因為打包又打包圍體的意思 各位網民錯愕問 是不是講錯話得罪湯寶 阿廉就說未看到這段新聞 我想是一個誤會 我很明白 阿包的沒事了 他做生意 打開門做生意 湯寶也是大情大勝的人 可能有些誤會 或者大家捨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看過 可能大家在說笑 那件事可能又被人發酵了吧 傀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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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